同学们 上节课 咱们给大家介绍了 三胶湿热辩证论治的法则 大体上总的轮廓介绍了一下 湿热邪气侵犯人体 它的特点是弥漫三胶组织契机 当然了 它弥漫三胶的过程中 它还有一个中心部位 以某一个部位为中心 向三胶弥漫 比如说初起 湿热邪气从口鼻而入 弥漫到上胶 组织契机 它主要因为在上胶 导致肺底悬降功能失常 肺底悬发素降不好了 胃气悬发受阻 就出现胃外食肆 所以它吐出的是不寒 身热不痒 热不明显 另外由于肺的悬降失常 水液代谢也失常 就出现水道不通畅 水道不通畅 可以表现为小便不利 其他比如说 舌胎腻 脉乳 都是气急不畅 水道不畅的表现 所以食邪就不容易去 它很容易就顺传中交 治疗啊 用心温悬透 方向化石的药 药物 既要具有心温的特点 又要具有方向的特点 这一类的药物并不多 简称呢 叫心悬方化法 如果上胶湿热不解 它就传中胶 中胶湿热症 除了由上胶传遍来的 还有其他情况 比如说 平素 脾胃运化功能不好 有弹湿内孕 脾胃受困 它就很容易招致外邪 外邪一来就入中交 也可以直接发生在中交 它可以分为 食重于热 食热病重 热重于食三种类型 表现形式虽然不同 但是肌理 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食热预征 这个预和征啊 是食欲 热征 食欲 热征 食欲的气肌 包裹热 热从里面向外征湿 在预征的过程中 气肌不通常 因为食邪重作 粘腻 导致中交脾胃的消化吸收 蕴化功能障碍 出现中交的脾胃症状 始终有顽皮不羁 恶心 嘔吐 大便藏之不爽 有这一系列的表现 当然它三种类型 表现形式不完全一样 但是肌理是一个 所以治疗 用心温的药开育 苦温的药造湿 如果热重 可以加苦寒的药 那清热造湿 但是总的来说 心 苦 有什么作用呢 心能够开育 苦能够造湿 降灼 用心开苦降法 中交湿热不解 可以传于下交 出现下交湿热症 当然下交湿热症 也有直接感受外邪 外邪直接侵犯下交 也有 它主要发生在 膀胱和大肠两个腹 湿热邪气组织在膀胱 膀胱的气积不通 它气不能下降 就导致水液代谢时常 小便不利 甚至于不通 湿热邪气组织在大肠 导致腐气不降 大肠气积不通 可以出现饮食物的传道食丝 大便不通 不管大小便 哪一方面食肠 因为它邪头在下交 都可以用读食物的方法 通过沥尿倒鞋外出 不是因食力倒吗 从膀胱里边把尿倒出去了 小便出去了 大肠的食鞋也没有了 分销走蟹嘛 通小便 力小便就可以通大便 大小便就都通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如果下交的热也重 既有湿又有热 那么在诞生历史里边 可以配含上苦寒的药 但是呢 要选苦寒 又有清粒作用的药物 这类的药物不多 常用的 枝子 竹叶 木通 枝子和竹叶 都不是利尿药 是清热泄火药 但是它们都能引火热下行 可以把体内的热向下倒 配合着利尿药 可以把热从小便倒出去 有这个作用 木通虽然也有这个作用 但是 北方用的棺木通 毒性很大 它主要损害肾脏 所以临床啊 近年来发现 由长期的服用木通 而导致肾功能衰竭的病人 可不是少数 比如说有的人 长期持龙短线干丸 导致肾功能衰竭 这个药可以不用 为什么 枝子卓液就可以 用不着它 回避了就行了 上节课呀 咱们提到 除了选用 相应的方法 来治三角 湿热之外 这还不够 还需要考虑什么问题 第一个要考虑 湿的特性 热的特性 湿和热相合 就更容易导致弥漫 湿热血系 侵犯人体 以某一个部位为主 它又向周围扩散 比如说 上脚湿热 重点部位在 上脚肺 但是同时 它也向中下脚弥漫 病人除了有表症之外 可以出现 顽痞不羁 小便不利 那就影响中下脚了 中脚湿热症 以脾胃症状为主 上脚的气肌也不宣 它也有胸闷 下脚气肌不通 也有大小便时长 大便膛质不爽 小便不利 大便不通 小便不通 不是下脚吗 都可以出现 下脚湿热症 虽然是膀胱大肠 传道功能时长 大小便不通 由于大小便出不去 湿热症机构往上争 可以影响到中下脚 顽痞不羁 恶心呕吐 所以它应该说是 三脚弥漫之时 以一个部位为中心 又向全身弥漫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治疗 比如说 在中脚 当然是 以新开苦降的药物为主 但是你要考虑 它有向上弥漫 也有向下弥漫的特点 在这里边适当地加入 少量的新鲜防化药和诞生力士药 比如说中胶食热症 我用新开苦降药 半下 仓柱扣人 后破 陈皮 我用了这几个药 新开苦降 同时加点霍香 同时加个芙苓 或者加个花石 这不就兼顾了上下脚了吗 至上脚 用新鲜防化的药 加点半下 加点腐灵 不可以造中胶 又可以立下脚吗 下脚食热 在诞生立尸的基础上 可以加半下 加火香 这一类的药 它也兼顾上下脚 这就是兼顾三脚的意义 因为湿血本身 它有弥漫的特性 所以治疗 以某一个部位为主 加点相应的药物 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 咱们反复强调 湿热病始终以脾胃为中心 为什么 皮主运化水时 皮不见运 湿不可能去 所以治疗的过程中 不管它在哪一角 都要考虑健皮的问题 皮的功能恢复了 运化水时的功能好了 湿血才能去 皮跟胃相表里 皮胃 是相表里的一对脏腹 吴俊通说皮胃为夫妻 他们关系非常密切 皮不见运 胃气不行 胃的消磨能力差 也不行 治疗的过程中 要健皮 醒胃的药 所以醒胃的药 就是消打药 能够振奋胃的功能 促进胃的消磨能力 胃的消磨能力 健忘了 皮的运化功能 也容易健忘 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 健皮和醒胃 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常用的健皮药有哪些 有哪些 多不多 对吗 党神黄旗 扶灵白竹 生义尔 对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对 生其不是健皮药 它是补气药 健皮和补气是一个概念 不是 补气是指什么 是指皮肺气需 包括心气 由于气需功能低下 而出现各种功能低下的表现 在这种想象下 通过补气来恢复它的功能 是吸 它补 需得补质 皮不健运 是不是虚 皮不健运 和虚 不化等号 皮不健运 有的是因为虚 脾气虚 而不健运 那当然用神奇来补 具体到 湿热病来讲 它所出现的皮不健运 不是因为虚 而是水湿困皮 湿着 湿困皮 不是皮本身虚 而是湿邪过重 加重了它的负担 它没有运化能力了 我不虚 你把我绑上了 我也跑不了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不虚 但是把它捆住了 它还能动吗 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补 你给它松绑不就完了吗 怎么给它松绑 去湿的同时 加上健皮的药 促进它运化功能的恢复 像福灵白竹 蚁儿这些药 它是振奋皮功能的 和党神皇席的 肝温补气不一样 这些药是肝淡药 白竹是苦温 凡是中胶油水师的 身体一概不能用 醒胃的药 常用的油长鞋 山楂神区麦芽 除了麦芽 除了麦芽之外 古芽 道芽也可以用 山楂神区麦芽 或者是古芽 或者是道芽 肌内筋 这些药都属于消打药 杀人既能消失 杀人扣人 既能消失 又是心温方向的药 它又能化灼 杀人扣人 既能行胃 又能方向化灼 振奋脾胃胃控制 不过杀人贵 一般都用扣人 用扣人就可以 在温病里边 治失温病 失热病 用扣人得多 因为杀人贵 这几个药 生用和炒用 哪个效果好呢 炒黄了以后效果好 炒焦 焦不一定炒糊 炒黄就行 焦它有个焦香味 焦香醒味作用更好 它们本身是消打药 炒焦了以后 出一个焦香味 焦香醒脾胃的功能更好 它们选一两个 可以配入 健脾药里边 健脾和醒味同时用 它们两个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这两类药 再一种情况 在治食的同时 必须加上 礼器的药来行治 为什么 气不通得湿不去 湿着容易组织气机 气机堵住了 湿蟹还能走吗 比如说咱们这房间 特别潮湿 你要想让它不潮湿 有什么办法 把这水汽给它赶走 有什么办法 一你要给它升温 温度高了 它容易蒸发 所以治食 要用温药 道理就在这 再一个条件 要空气流通 把窗户门打开 湿气就跑出去了 你窗户门不打开 湿气就在里边憋着 出不去 越憋气越不通 气越不通湿越不去 形成恶性循环了 所以我们临床治疗时候 致湿 不能离开 离气 常用的 行气药有哪些 在湿热病范围内 常用的行气药有哪些 不是说有行气药都能用 有的就不能用 它和治内伤杂病不一样 内伤杂病 离气药很多 那里边仅有一部分 能用于施热病 比如说 泡泡 这个药最常用 为什么 它苦心温 既能造湿 又能降灼 它下行啊 还能行气 代表说止湿 止湿也是下行的药 它不用止湿 用止湿 因为它降灼 止湿 不能算到食药 它苦 但是不是后补那种苦 另外 止湿究竟是文性是良性 说法不一 这古来的这个 本草上啊 意见不一致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它寒和热都不太突出 它比较平和 但是它 降多的功能 它能下行 所以肠配五后破 指质后破相配 这个常用 还有什么 陈皮 大腹皮 大腹皮苦温 陈皮苦心温 这都可以用 这都可以用 除了这些药之外 火梗 火香的梗 火香叶 心温 悬透 方香 火梗也方香 也心温 但它是梗不是印 它不是悬透 它是行气 它有行气作用 又方香又能化湿 苏梗也是一样 苏叶 心温方香 悬透 梗 心温方香 行气化湿 常用的要是这几位 治湿热病 不用木香 不用香腹 为什么 也很少用传联子 传联子不用说了 因为它是寒性的 不用 香腹 木香都是温性 为什么不能用 你找吧 治湿热病的方计 不用他们两个 因为他们两个是生 湿酌要往下降 木香是往上升的 生氢的 这些要是降灼 不能用生氢的行气 在这个锂气形制的过程中 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 肺主同条水道 肺在上角 是水质上缘 全身水液的运行 必须在肺的 悬发送降功能 正常的情况下 十足气急 一弥漫到肺 它的宣酱就失常了 水液就容易停留 所以你要行水 除了健脾之外 还得开肺气 怎么开 在锂气药里边 加开肺气的药 常用的是什么呢 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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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生 杏仁 能够降 宣肺 调整肺的生降功能 促使水道通调 但是 你要知道 湿热 寄生 应该降 所以姓 急梗 有这作用 用得少 多用姓人 用姓人 就考虑这问题就行了 实际上 这些行气药 也照样行废气 像苏梗 活梗 这一类药 厚破 也行废气 伤寒论里边 船家 做桂枝汤 加厚破 姓子家 为什么加厚破 厚破也降废气 这些理系 同时 它本身也有 降废气的作用 厚破家姓人 来自伤寒论呢 使废气下降 水道就容易通 水就往下走了 这吃热病啊 大家看看 就这么多内容 除了去三胶之师 以外 还要考虑 它弥漫的特点 要兼顾三胶 还要考虑 皮主运化 胃主受纳 皮胃功能不健全 食血不容易去 那健皮醒胃 还要考虑 气不行 水势不行 要理气 在这里边 还要考虑到 肺主通条水道 要开肺气 总归这么一个大法 用的药 就在这个范围内 新悬防化法 它关键在于 疏透 奏理 激奏 使奏理通畅 奏理的气急通畅了 鞋就容易向外散 方向化石 它的作用 是开上胶的废气 简称就是开上 王孟宁叫宣上 我说叫开上 比那宣上好 新开苦降法 实际上 是去除中胶的食热 宣通中胶的气急 使中胶气急通畅 畅中 诞肾立施法 或者加上苦寒的要 诞肾清立法 总而言之 是施邪从小便而去 使施邪下行 通过肾立而下行 王孟宁叫倒下 我说叫肾下 倒下一般的都容易立成 通大便 肾下 因为你用的是肾立的要 使水 使下肾 所以三胶制法 六个字 开上 畅中 肾下 你这么六个字来概括 但是呢 开上 畅中 肾下 三个法 虽然他们各自有各自特点 是要互相配合的 要兼顾三胶 这施邪病啊 总的 编制法则 是这么个问题 那么这些药 大家掌握了没有 就这些药 根据这些药 你再去分析方 失热病治疗 方剂较多 你要一个个背方 比较困难 我倒主张 不需背方 需要背药 药掌握了 你只要能够辨证 掌握了它的中心部位 针对着它去用药 再考虑到其他那几个问题 无方而有方 背方 你还去丢俩药呢 而且 湿热病的方剂 你找吧 就几位药直叉 一两位药直叉 基本上都差不多 原因就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你要兼顾三脚 所以它各个方面都需要考虑 为了使大家记忆的更清楚啊 我再把药物归纳一下 咱们分分类 画一个简表 湿热病 变质的简表 一边是讲法则 一边是讲常用药物 新温悬透方向化石简称新悬方化法 常用药物 要选 既是心胃 又是温性 还有方香作用 还得清阳 这个范围就很窄了 它还得能透 新温性 新温 方香的药 川普也是 为什么不选它 它不清阳啊 它不能透表啊 这一类的药物 以火香为代表 火香 白纸 酥叶 香油 配蓝 清蒿 配蓝 清蒿 是方香 不是心温 所以 配蓝 经常配火香 火配一块用 就这个道理 它们可以配合着用 其辅助作用 第二类 中焦时热 吃重鱼热 选用心温和苦温这两类 味是心和苦 性都是温 心能开育 当然也能造湿 苦温能够造湿 能够降灼 使它下行 所以叫心开苦降法 常用的药物 明天下行 明天下行 我会知道 因为 这种味道 你会想入口 你会想入口 上去 就会想入口 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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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合着木通咱们分一分析 用通草行不行 木通不用了 用通草行不行 通草和木通不一样 木通是苦寒 通草是肝蛋 它不能清粒 它能粒不能清 所以它应该属于这一类 隔在这儿可以 诞生粒湿用通草可以 还有个要特殊可以用 在这里边可以用 大家考虑一下 和通草有点类似 灯芯 灯芯草 可以立小变 它可以导心的火下行 它可向下导热 它虽然不苦寒 但是能向下导热 可以用在这 灯芯还往往用猪沙瓣 猪灯芯 清心火 解小肠 通力 水道 它有这作用 那么这一类的药物 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它们主要的作用 在于去吃和清热 当然是与去吃为主 前面讲的这些 法也好 药也好 都在于去鞋 那么下面还有没有 要考虑的问题 要考虑健脾一气 振奋皮功能 要考虑省胃消失 小岛 要振奋胃的功能 脾胃功能振奋了 它的消磨和运化能力健全了 失血就容易去 健脾的要有哪些 福灵白猪 健脾的要不多 就这几个 行为的要有哪些 山楷神区脉牙肌内筋 这是最常用的消导药 芳香型味的药 杀人白扣 还有个要挺特殊的 他既能健脾又能行胃 大家想想 生乙人和炒乙人 有什么区别 生乙人能够健脾 立湿 从湿中泄热 因为它是良性的 炒了以后 炒黄就有焦香味 既能健脾又能行胃 它可以到消食药用 所以临床使用开 生炒以人 各二十克 那么他既能健脾立湿 又能够行胃 山楷神区 麦芽这三个药 包括骨芽道芽都可以 常把它炒黄用 在咱们北京地区叫焦三仙 到外地里别这么开 人家不懂 就北京这么叫 焦三仙 外地你就得一个个开 解焦三仙不知道 除此之外 气不行 这湿不动 还要考虑 力气 行制 理气的药啊 很多 但是不能都用 必须要选择能够下行降灼的 后破 指食 大腹皮 沉皮 祸香梗 苏梗 简称就是活梗 常用的是这些样 在理气 在理气行制的时候 你要考虑开通肺气 要开肺 那么像厚破 虑皮 它本身也入肺 都可以算在范围之内 那你另外找呢 单 单找一种 那最常用的 是行人 这梗少用 因为它是身体药 它上行 食热命 需要下行 基本上啊 大家掌握这原则就可以了 这里边需要说明那个问题啊 数数英文用了多少药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十七 十八十九二十二一 二二二二三二四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二九 三十三一三二 三三三四三五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 四十四一 四十二位 对吗 对吗 加一块是不是四十二 不是 为什么 有的药 它本身就同时具备 好几方面的作用 它既是诞生历史药 它也是健脾药 是不是这么问题 它既是新开苦酱药 它又是礼器药 你这里你找找 这里没有重复 这个没有重复 到这没有重复 这还没有重复 这也没有 从这开始 重了吧 那健脾的 这这先不重 这没重 这重 树林 重了 白猪 重了 蚁人 重了 靠人 重了 下边 它重了 它重了 嗯 去了几个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九个 剩下三十三 这是最常用的啊 其中你像灯芯 都不怎么常用 就不怎么常用 灯芯 不太常用 杀人也不太常用 所以啊 也就是三十位左右的药物 食热病 它虽然 治病范围 可以弥漫全身 非常之广 但是临床使用 药物并不广 方剂很多 万变不离其中 如果总结了这么十来年呢 把这东西弄了很多方 来比较 从里边筛选药物 为什么用这些药 分析它为什么这么用 为什么这些方子多相似 主要是从它病集成来分析 食热病无非是这么个特点 根据它的特点 选用的药物 不管谁组方 你也跳不出这个圈去 你还能向里加挡身吗 那不可能啊 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 我的建议大家啊 首先掌握 食热病再三交的正后特点 以及 食重热重的特点 然后 再掌握药物就够了 除了讲它的治法呀 食热病大家还特别要掌握它的禁忌 咱们讲温热病的时候 谈到了禁忌了 救济伤音 食热病的禁忌有哪些方面 这个禁忌包括 哪些药物 还有 饮食 还有调护 这湿热病可特殊 调护也特别重要 治得挺好 治到八九十了 没护理好 前功禁忌 那药物的禁忌 第一个 记大汉 指的是 麻黄贵枝 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呢 食热病 它的表现是 物寒重 物寒很特殊 吴俊同讲 物阵伤寒 很容易物阵伤寒 物阵伤寒 必转坏症 因为它物寒重 食热病 记不记汗法 不记 记的是大汗 请注意 应该用什么法 应该用小汗法 小汗可以 大汗不行 新鲜方化 疏透奏理 使奏理通达 气急通畅 阳气鼓动 邪从汗节 小汗出 逐渐的向外 排出时热 大汗 它出不来 它黏呢 它不像汗呢 无形的鞋气一散就掉了 因为它黏 大汗发不出去 不仅发不出去 你想想 像麻跪这类药 很燥 心窜作用很强 它没有把食鞋 鼓动到外部去 它把食鞋在里边 给鼓动开了 它可以导致 上蒙轻翘 内壁心胞 这不是一个表现 轻翘是指头部 心胞是心胞 它们临床表现不一样 上蒙轻翘 可以出现耳聋 木鸣 眼睛看不见了 耳朵聋了 内壁心胞 可以出现神魂 就是吴居通所说的 汉指则神魂耳聋 慎则 慕名不欲言 什么意思呢 用麻跪这一类 大心大问题要发汉 汉指则神魂耳聋 慎则慕名不欲言 上蒙轻翘 就可以耳聋 慕名 内壁心胞 导致神魂 它不是不欲言 它是不能言 昏迷了 还说什么 这是大发汉的后果 要用小汉法 济大下 大成器 小成器 调味成器 不能单独使用 三成器 不能单独使用 它要配合着其他药物 为什么 因为湿热邪气 以湿为主 湿血本身就伤疲痒 你再用猛烈的下的药 苦寒攻下 更伤疲痒 导致冻泻寒中 所以无惧同说 下肢得冻泻 疲痒伤了 变成寒湿了 转化了 湿热病 寄不寄下呢 不寄下 可以用下法 这个问题 咱们在复鼠里边要讲 那个下法 和伤寒温定 和温热的下法不一样 你要配合其他的药 不能大下 不寄下 但是寄大下 寄滋补 特别是这个逆补 滋腻的药不能用 因为失邪困疲 脾胃呆顿 脾的用化功能不好 用滋补的药 你不用说熟地 就是生地脉童原神 这一类的药 它虽然是肝寒 但它毕竟是自腻 用至温热病很好 它肝寒清氧 用至湿热病 它助长失邪 为什么呢 它妨碍脾胃的用化功能 脾胃不用化了 失邪就更不容易去 所以无拘通说 润脂则病身不解 用了自认的药 病程就延长了 反而不容易解除 那么这种错误 在临床上会犯吗 失热病用什么汗法呀 失热病因为它误寒重 你很可能看成是伤寒 吴举通说嘛 误人伤寒必转怀症 失热病还会用下法吗 七八天不大便 还发烧 弄不好就 盛气汤就上去了 那不是不可能的 体温高 素质不大便 但是它大便并不道歧 你不知道 误用了下法 东西 伤皮疙瘩 失热病怎么会用滋补呢 有可能 它有假象 午后深热 慢如又软 还有细相 而且还是午后深热 吴举通讲 壮热阴虚 有点像阴虚 看错了 滋补 病身不解 再一个 既温补 干温补器的药不能用 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人参党神的黄旗 这类药都不能用 为什么呢 失热病的病人到后期 由于失祖气急 恶伤阳气 可能出现手脚凉 面色苍白 少气发力 你这个萎靡不振的表现 那是失祖气急 不是阳气上 你如果认为是气虚 神气上去 等于 煮火 既煮时又煮热 不能用 叶天士讲 这叫灰中有火 这个形容得很贴切 他说就好像 炉言随戏 灰中有火也 炉子里头 那火炭看不见了 让灰给埋上了 灰里头还有火呢 你用这类干温的药 继滋溺爱皮 它又煮热 它是干温 不是新温 死灰复燃 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 所以临床啊 这几方面的药 一定要慎重 不济汗 济大汗 不济下 济大下 滋补和温补 是肯定要济 这是药物的进击 饮食 很简单 济什么呢 饮食啊 甜的 黏的 硬的 生冷 这几类 甜味的 不好消化 中满者 济肝 脾胃 运化功能不好 越吃甜 越增加脾胃负担 粘的 粽子 油炸糕 都不好消化 正常人也不能多吃 他消化不了 因为这种病人越到后期 脾胃功能越衰 这些消化不了 硬的 月饼 这个失文病最好发的一节 就是夏末秋初 到这个季节 就现在这个时候 他就该痊愈了 到第三周左右了 这个时候正好是月饼上市 有的人就因为两块月饼送命 这个毫不奇怪 因为他又甜又硬 不好消化 生冷的东西 一定要 回避 因为呀 这将来咱们讲 失文的时候再具体讲 它的脾胃功能很差 稍微加重负带 就加重病行了 甚至于导致肠出血 因为到第三周的时候 肠子还容易出血 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 调护 调养护理 失热病经过治疗之后 这个起码的三四周 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逐渐的开始痊愈了 但是这种病人和温热病不一样 他虽然痊愈了 因为他病程很长 在这个过程中 脾胃的功能受损很严重 很不容易恢复 所以他体质没有恢复 抵抗力下降 这个时候要防止它复发 什么情况容易复发呢 重新感受外邪 比如这个季节很容易感冒 感冒可以导致复发 再一种情况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饮食不注意 食负 一块月表复发了 体温又上来了 老腹 老累 活动量过大 或者防老 或者防老都可以导致复发 所以呢 你在护理它 要使它 避风寒 避免风寒 别说我这病好了不怕 开窗户透透气吧 也许瘦点火 就要命 食负 节饮食 这种病人 不烧了 自己觉得不错了 也有点胃口了 想吃点了 吃半流食 我想吃月饼 正好大伙都吃月饼 他也馋呢 希望别给他吃 月饼是最不好嚼 劳腹 要避免 过度劳累 同时还要 净生活这方面 这都属于劳腹 劳累和防劳 都可以导致复发 除了这些方面 要注意之外 食热病 和温热病 不同的地方 它还有一个 从化的问题 它不始终是食热 它除了沿着三脚 传变之外 它还可以变成别的病 这个咱们下节课再讲 下课 下说下译了 下译 下译 下译